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油,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油时谈 干什么工作,一个星期能赚好几万美元 职业女友,这个职业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职业呢就能赚那么多 说在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的一位华人女会计师 她呢摇声一变就成了一名职业女友 而且报酬都是以时薪计算 时薪高达上千美元,一个小时能赚上千美元 这个职业呢叫做职业女友 就是专门为华尔街的那些商界人士而服务的 就是充当他们的临时女友,就是这么一个工作 据商业内幕报道,说居住在纽约的华人女子李某某 她呢原本是华尔街的一名会计师 今年35岁,年轻时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 后来在华尔街工作,已经在那工作十多年了 以前的工作呢就是为各大银行核算财务报告 估计赚的应该也不是很多啊 后来呢就发现有这样一个工作 她说转行做职业女友她已经有五年了 同时她还在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做脱衣舞者 做这个呢也有一年半了 据她讲述,说每年的12月前两周 也就是圣诞假期前夕 通常都是她最忙的时候 收入呢也是最高 一周就能挣三万四千美元 她说在她的客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她们不喜欢和家人共度节日 所以呢,她们就会选择逃避,不回家 就来夜总会,来俱乐部寻找女伴 现在她每周工作六天 是一名随教随到的脱衣舞者 服务对象呢都是一些贵宾客户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招待华尔街的银行业者 就是华尔街的那些高管,银行高管 扮演她们的临时女友 周末的时候甚至还会陪她们回家 有人可能会问,回家以后干什么 这个呢,要你管的 这个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不知道,报道中没说,回家以后干什么 根据报道描述,说这位李某某 通过他的言谈可以看出 他对金融业务和奢侈品牌非常熟悉 他曾经游历过六十多个国家 会说四种语言 一聊起豪车,明酒,进口雪茄 就如数家珍 同时呢,他还拥有很多男士的爱好 比如像射击,赛车等运动 所以深受客户的喜爱 所以说,想当人家富人的职业女友 自己呢,也还是得有几把刷子 否则,你大眼灯小眼的 什么也不会聊,人家找你干啥呢 是吧 日前,来自纽约的三名华人男子 在弗吉尼亚州,涉嫌零售诈骗 从中获利十多万美元,被警方逮捕 他们的作案手法是 用假冒的苹果产品去换真品 然后再拿到零售店去退货 被从中牟利 他们一般都是先花钱在苹果店呢 买进一些苹果产品 然后把盒子里面的真产品 真品拿走 放进一个假冒的验品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回店里去退货 最后再把得手的这个真货 转手卖出去 据当地警方认为 他们应该是一个横跨全美的犯罪集团 因为最近类似的案件在全美不断发生 后来警方掌握了他们的行踪之后 得知他们将在弗吉尼亚的一个target商场作案 于是就提前做好了埋伏 在商场内外进行蹲守 当其中一名嫌犯在柜台前 完成欺诈退货之后 就被蹲守在现场的警察当场逮捕 第二名嫌犯发现同伙被捕后就想逃跑 但是在跑到商场入口处 被其他蹲守的警员给抓住了 第三名嫌犯已经跑到了商场外的停车场 刚想上车也被警方逮捕 三名嫌犯全部落网 据警方同报说 在这些人的身上 他们搜出了价值91413美元的苹果产品 包括96台iPad 37个AirPods 13个Apple Watch手表 以及他们用来替换正品的假货 共有87个假的AirPods 9个iPad 9个Apple Watch 以及49个假表带 据警方透露 说被捕的这三个人分别来自纽约皇后区和布鲁克林 年龄都在24岁左右 目前这三人已在当地法院过堂 被控诈骗共谋非法持有盗窃物品 并意图出售 非法持有管制药品等罪名 目前他们被关押在当地监狱 不得保释 下一次出庭时间是明年的1月16号 你说 华人在美国的名声 都是这些人给搞坏的 你有手有脚的 不去找正当工作 竟干些投机摸狗的事 前段时间我记得还有一个案件 好像也是华人作案 拿这个假礼品卡 好像也是去Target 以假换针 结果也是被警方给端了 案子好像还不小 涉及面还挺广的 你说这样的案子 总是发生在华人身上 你让人家怎么看呢 就像加州的林元购 总是发生在某个族裔身上 你说你让人家怎么看 总说人家针对某某族裔 某某族裔 你倒是争点气啊 我们的某些同胞也需要共勉 这两天 关于重庆小伙赵锐 在俄乌战争中阵亡的消息 在国内外的自媒体上被广泛讨论 据俄乌战场的战地记者 卢宇光日前发文说 中国士兵赵锐在俄乌战场 执行俄方作战任务时阵亡 另外据一名和赵锐一起在前线作战的 中国级士兵描述 赵锐是在11月29号当天 在扎波罗热的前线战斗中受伤阵亡 是第一位在俄乌战场上阵亡的中国级士兵 据媒体报道 这名中国级士兵赵锐来自重庆 出生于1985年 身高1米82 微胖 未婚 父母均已退休 据资料显示 他在2013年前后 曾在缅北同盟军作战 当时他错学之后 在网上了解到 缅甸北部有民间地方武装 后来通过有人介绍 他秘密前往缅北 加入了缅北民间地方武装同盟军 据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赵锐生前曾在前线发布视频 劝中国的年轻人不要去俄乌财战 据卢宇光从赵锐的战友小强的描述中得知 赵锐参战过程始于去年9月 他两人持旅游签证前往俄罗斯 在莫斯科征兵站报名 通过体检后 他俩被送往莫斯科郊外的先锋训练营 接受了为期15天的军事训练 最后被分配到第58军 随后在罗斯托夫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再次被转往别尔江斯克营地 接受瓦格纳教官为期20天的训练 完成全部训练后 赵锐和小强被编入第58集团军 某师某团某营某步兵连的外籍牌 两人的军阶均是列兵 2023年11月11号 赵锐所在的连首次被派往前线参与战斗 作战区域是在扎波罗热方向的新普罗波夫卡 在这场战斗中小强受了伤 而赵锐很幸运没有受伤 经过一周的战斗后连队撤回后方休息 2023年11月29号 他俩所在的部队再次被派往新普罗波夫卡前线 在启程前赵锐给家人打了电话 并交代了后事 在前往前线的途中 赵锐被树枝割伤了脚 严重受伤 导致行动力大幅减弱 小强劝他返回营地 说未得回应 战斗开始后 赵锐和小强所在的连队 成功击退了乌克兰士兵 但随后乌克兰派出多架无人机进行轰炸 对俄罗斯军队造成重大伤害 当天下午4点 小强发现赵锐倒在战壕边 已经死亡 终年38岁 据小强讲述 赵锐生前曾交代小强 他死后 让他剪一簇他的头发带回家 但当时他没有剪刀 所以他只能从赵锐身上取出他的证件 和一些遗物带回去 而小强他自己也受了伤 他说他是通过几次装死 穿过乌军的设计带 历时五六个小时 最终才爬回了俄罗斯阵地 这个就是重庆小伙赵锐 在俄乌战场上的故事 我们这么听着 感觉就是一个故事 但这对于当事者 却是一生的结束 对于家庭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所以战争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提倡 因为最终上战场的永远都不是那些 喊得最厉害的人 死去的都是那些年轻的神明 都是底层人民的孩子 所以不要替那些大展某些旗号 把一个个年轻人送入墓碑的好战者叫好 不支持战争 就是维护和平 昨天22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据了解 联合国除了东道国的重要法定假日外 还可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将世界上广泛庆祝的节日 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尽量在假日当天 避免安排会议活动 此前联合国秘书长 每年都会在春节发表贺词 向中国及所有 庆祝农历新年的各国人民 致节日问候和祝福 其实在美国 纽约和加州 早都已经把农历新年 列为这两个州的法定假日了 这个我们确实要说一句公道话 美国在文化上的包容性 在世界上确实是最大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正是因为它在文化上的包容 所以在短短的几百年历史中 它就融会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文化实力 在文化上 你看像好莱坞电影 白老辉音乐剧 各种音乐 爵士乐 摇滚乐 嘻哈 说唱 各种文化形态 它都能够成功地输出到世界各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包容 在它的文化内运中 虽然都会基于某种文化 或几种文化的交融而建立 但是 它的扩展性和包容性极大 这就是美国文化强大的原因 所以文化只有包容才能强大 美国人从不抵制中国的春节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也完全没必要去抵制人家西方的圣诞节 文化自信 它不是喊出来的 而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半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